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京剧老生演员张建国 我们经常说千金画白四两唱 就是体现了京剧的念白在京剧演出中的重要性 它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唱还要重要 下面我念一段京剧老生四进士当中 宋世杰上的公堂来的一段念白 校任宋世杰在前任倒台衙门当过移民信访师 指引我赏了几岁年纪大人将我的信访隔腿 无奈在信仰州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点房 无非是户口而依 那年小人往上才现办事 只在杨苏珍的家中 我与他父有八百只教杨苏珍不过是 班长班达就将他摆在小人的名下认定以内 是何佩人家 指引他父死得不明来到信仰州圆崖高庄 达人有道士 是亲者不能不顾 不是亲者不能相顾 不是埋子不占你 不是草寺不寡不 他是小人干女儿 小人是他干父干女儿 不只在干父的家中 难道你叫他去指财 暗关寺院 难不成 通过京剧艺术家的艺术加工 提炼 规范 而形成了舞蹈城市 比如我们上马 一扶马鞍子 马边 一挂上 跨腿 韧蹬 这个腿敲上去 他落地 这就上马 2010年11月16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京剧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把京剧艺术列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这也是世界文化对中国京剧的崇高定义